我一直主张严格的区分宗教和迷信 但是现在我也不能不止说 很多人打着宗教的幌子来贩卖迷信 打着宗教的幌子招摇撞骗 现在已经产业化运作 开口高僧 闭口高僧 各位啊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高僧少 妖僧多 甲和尚 华和尚 成群结队啊 十万活佛 夏宗元 各位啊 据我了解啊 国务院正式注册的 这成日的真活佛 大概也就几百个 什么寺庙 宏德香 宫德香都被承包啊 据说和尚和尚的CEO 花花世界 宗教界也不能免俗啊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